证监会员一级巡视员曾长宏被查 曾从事监管工作20多年 10月5日下午3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 湖南省监委消息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员一级巡视员 曾长宏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曾长宏现年60岁 自1998年12月至2019年8月 共在证监会供职20余年 另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 随着派驻机构改革加快推进 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被深麻彻查 反腐败成效显著 其中在金融监管机构层面 就严肃查处了中国人民银行南州中心之行原党委书记 行长杨明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监管局二级巡视员江玉堂 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毛毕华等多名监管干部维纪违法案件 重庆监管局原党委移的